你怎么会这样的 那如果喜欢一个人 也要当面表达吗 喜欢一个人 当然要了 如果不说的话 万一两个人错过了怎么办 由高尔夫 一直是我在跟进的项目 你现在工人把他劫走 你什么意思啊 张总 你搞心安理 我抢你客户 这不是很正常 公平吗 昨晚我跟安波通了电话 我说我回国 也待了一段时间了 我发现国内市场很大 我可以帮他拓展拓展 如果安波批了 那我就不走了 到时候还请张总多多指教 你怎么办 知名 我是在帮你 你拿不下心安理 你怎么升职呢 心安理和麦承欢 都是奶奶托付给我的 我不允许任何人 以任何情势 伤害他们 来了 来了 有时间吗 请你喝个咖啡 好啊 走 走了 走吧 其实那个投诉的人跟我说 是月达的人在背后指使的时候 我就猜到了 应该是张沛生 你也知道吧 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有我的职业立场 没法告诉你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 我跟张沛生一直在合作 拿下心安理 他身总裁 我回总部晋升 所以你现在接手了心安理 他也能顾及你吗 原来是这样 不过可以理解 再好的交情在利益面前 都不止一提 好了 所有都跟你讲了 你相信我了吗 我这次来 是来跟你说谢谢的 谢我什么 你之前跟我说食品安全的问题 如果不是你提醒我 我也不会提醒崔叔 让他每日将菜品流氧 冥冥之中 是你帮了我 是你帮了我 帮了姓安理 姚志明 之前是我错怪了你 我向你道歉 没事 有什么好道歉的 不行 必须要道歉 奶奶说的 谢谢跟对不起 必须要当面说 不然你就会变成一个 越来越难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那如果喜欢一个人 也要当面表达吗 喜欢一个人 当然要了 如果不说的话 万一两个人错过了怎么办 我喜欢你 你说呢 开玩笑的 这么认真 经过 梧桐树花开了 听着 一大条魔杂的人潮 擦肩而过 城市 流转明媚传说 只是 那味道也惊涩可 心里却是天的 从前像电影在上演 重复婚于你的情节 我依然都知道 我喜欢你 像这夜晚里的泡沫划过 几颗腾空 烟火火 清晰激疼 毛毛 你在店里吗 在呢 那 那我去找你吧 行 一会见 你也很好吃 吃点小龙虾啊 你今天这么忙 还有空给我送小龙虾过来 波琪切丽嘛 那 那顺路就给你送来了 波琪切丽可真不顺路啊 说吧 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 就是 最近呢 我遇到了一些情况 怎么了 正确地说 不是我遇到了一些情况 是姚志明出了一些情况 他有情况跟你有什么关系 还真跟我有关系 就是姚志明他 他 他说他喜欢我 真的假的 不是 他不会是要把你调到手 然后再把欣安李给骗过去 那肯定不是 他格局不至于如此 反正这个事情就是很复杂 我看到那个样子吧 好像还挺诚恳的 我虽然对他不太了解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你最好多留个心眼 换个角度想啊 反正你现在单身 又有事业又有钱 也不着急结婚 谈个恋爱有什么不好的啊 如果你自己也有点小心中的话 我没有 我才没有呢 再说 我现在都已经是富婆了 对于爱情这一波 我肯定要好好考察考察吧 我不着急 真的吗 我觉得还行 还挺帅的 来 喝一个 我再点点 好 谢谢 还有什么 都行 等着 等着 来 看着点 我跟你讲啊 这个艾利斯 你今天艾利斯 明天三点 倒不如听听我的玛丽 玛丽 玛丽 麦成欢 你俩啥结婚 玛丽准备玛丽了 反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啊 是 这庆兴 就在这庆兴 那么不容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